988新闻线 其实它贬低过三块八毛半也是处于我的医疗除外的 因为我当初也是看它大概应该会在三块八毛半左右 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关节点 为什么马币会贬低呢 其实马币是由我国的国家银行来决定 因为马币没有交易 所以一定程度上我相信是在策略上相对要为了维持财政支出 而跟日本保持一定的竞争力和策略上的贬值 可是这策略上的贬值直接影响了我们一般市民 因为马币贬值而造成的损失 那一般的市民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 那我们如果现在有资金应该应该用什么方式去保值呢 当然已经在马币贬值之下了 有些人就说要不要换一些外汇 但是我是说如果没有需要用到外汇 就是说没有 暂时你没有旅行那不是出国的计划 那只是孩子的交易费 当需要马上越换成外汇的话呢 还是暂时只有维持着马币 那么身为一般市民回忆的一个方法 目前就是尽量避免购买薄莱品 因为薄莱品在马币贬值之后 肯定我的假设价格肯定是三分 所以就是在这个程度上 就是尽量避免购买薄莱品的话呢 那么你的消费的支出呢 相对下还是会面对太大的压力 所以就是Botdown Malaysia的东西是最好的啦 对 潘先生之前其实有预测 三点应该不会跌破三点八 可是现在已经跌破了三点八 接着下来如果真的是以策略的方式去看的话 你预测它还会继续再跌吗 会到四吗 有人说可能会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说不可能到四 所以为什么当初我说 我认为可以维持在三点八五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区别呢 因为一跌破三点八五 就会开始出现所谓的 进行削弱的一个问题 对 如果策略上 国家银行又再继续让它滑落的话 就滑落到四个之后呢 相信会遇及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大家可能就会开始担心说 货币管制和肚子银行管制可能会重来 所以如果再继续滑落的话呢 也可能对投资者 尤其是外国投资者呢 觉得我国度没有了一个政策 也没有了方针 尤其是之前我那个政府局面呢 让大家参照自己的方向的时候 就要抓摸不到国家银行的政策呢 所以我国来讲是一个很正面的看法 非常感谢方列克先生今天的分析 谢谢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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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